各位封聖清泉的好朋友 我们来领受从神话以来的清泉吧 起提我们心中的重担 今天我们从传道士第八章 第八节一句话来思想 这里说 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 将生命留住 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 这句话我想我们是非常同意的 就是说生命不在我们手中 我常说我们要从终点来看今天 有时候我们好像活得像没有终点 每一件事情你有很多的计划 然后很会计较 很会争 但却不知道终点已快到了 却不醒悟 而仍然过着这样 不一定有朝着终点的生活 这岂不是很可惜吗 每个人都会同意生命是在神手中 但是我们却没有深刻地去想这一句话的意思 生命假如在神手中 我们都不知道如何临到我们这个死 也不知道何时临到我们 但我们要警醒 警惕自己 什么时候这个死临到的时候 我们都预备好 没有人能够掌管生命 这是我们共事的 但却不活在共事上面 我最近只有几个月来已经指持三个葬礼 每一个请我指持正道的都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我有很多的感触 上个礼拜 使我们教会许多人非常正经的 就是一位长老 他们去旅游 没想到清早泡温泉 却在温泉里面心脏突发过世了 因为他太早去 周围没有人可以救他 就这样丧失生命 成家的人有三百多人有吧 大家都非常惋惜 因为这位长老 事业成功 家庭美好 然后也退休要享受生活 的确他也已经游览了很多地方 但是你知道吗 在这个葬礼当中 每一个人虽然舍不得 但是 大家差不多是以欢送他的心情 没有人在哀哭大哭 甚至他的妻子也非常正经的 来接受这个事实 他回天家了 他最后过得好 他充满忽视神的心 很美的角度 他的儿女们 孙子们 想念他 是一个这么好的一位 照顾家庭的 好丈夫 好爸爸 好公公 好爷爷 所以 人生是这么不定 没有人能掌管生命 都在神手中 准备好吗 我常常提醒我自己 因为我的年龄也不少了 所以就会非常警惕说 上帝啊 说不定是今天哦 说不定是明天哦 但是呢 我信靠你 每天给我 只够一天的力量 可以为你而活 所以到现在 还是世界里跑啊 还是这样做工啊 但是呢 心里不肮脏 准备好 什么时候都可以 但是活着的时候 我要好好活 要把神穿出去 要点燃人的心 要影响人的生命 凡事遇到我的人 会变成不同 也要起来 无视主爱主 这是我的愿望 没有人有权掌管生命 但我们的神 掌管我们的生命 感谢主 我们预备永生的盼望 我们是有盼望的 我们是有确据的 不害怕 不害怕 我们一起祷告 人子我们感谢你 因为我们虽然不能 掌管自己的生命 却知道你是掌管者 你既然是这样爱 我们的阿爸父 一切在你手中 我们放心 我们要知道 如何把我们的生命 活得好 活得被你赞赏 活得能带出效果 能够留下影响力 主要叫醒我们 使我们预备好 短暂的生命 是有用的 是要发光的 愿主得最高的荣耀 靠主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